我們現在來做四連音的節拍器練習 你要準備一雙鼓棒 一塊打點板 還有一個節拍器 這個節拍器需要暫時可以消音的功能 今天我會把節拍器的速度設定在72 你可以自己設定比較自在的速度 另外我會把節拍器設定成四個小節的循環 第三個小節跟第四個小節是消音的狀態 前面兩個小節節拍器有聲音的時候 不需要演奏 只需要專心的聆聽 感受速度就可以了 在節拍器沒有聲音的那兩個小節才開始演奏四連音 今天演奏的四連音有五種 一共十個練習 第一種是右左右交替 反過來還有左右左右 第二種是paradito 右左右右 左右左左 也有反過來從左手開始 第三種是反過來的paradito 是右右左右左左右左左右左 也會有一個左手起的版本 就是左左右左 右右左右 另外一個版本也是singleparadito的變化 是右左左右左右右左 然後是左手開始 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右 最後兩個是右左右左左右左右 以及反過來從左手開始 左右左右右左右右左右左 我們開始吧 首先來聽一下節拍器的速度 習慣一下這個感覺 先來練習右左右左右左的四連音 好 我們開始囉 先來練習右左右左的四連音 這就快了一些 這個蠻準的 這個蠻準的 晚了一點點 再來定習左右左右 再來定習左右左右 這個蠻準的 快滿多的 剛剛不專心 剛剛不專心 這個蠻準的 接下來練習右左右右左右 左右左左 左左左右左左右右都是右右右右右右ам elementos 三聲 右右右右右右左後 左右右右右右右右兩左 壞蠻多的 接下来我要练习左右左左右左右右 接下来我要练习右边 按了一點 接下來我要練習 右右左右 左左右左 我打錯了 再一次喔 右右左左左右 peace 右左左권 快了一点 接下来我要练习左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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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了一点 快了一点 这个可以 玩了一些 接下来我要练习右左右左右左右 玩了一些 来个一 接下来反过来 我要练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右 玩了 玩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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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